1015回,家人笑赏玩灯楼,侠客帮嫖丽春院,诗曰,楼上多娇艳,当窗并三五。 争弄游春末,香妖开秀户。 转太节红居,寒娇入翠雨。 刘斌诈福衔,拖一石一柱。 话说光阴迅速,又早到正月十五日。 西门庆先一日,拆带安送了四盘羹菜,一坛酒,一盘寿桃,一盘寿面, 一套织巾重卷衣服,写吴月娘名字,送与李平儿做生日。 李平儿才起来梳妆,叫了戴二儿到卧房里,说道,前日打搅你大娘,今日又教你大娘,费心送礼来。 戴安道,娘多上父,爹也上父二娘,不多些微礼,送二娘赏人。 李平儿一面吩咐迎春,大四盘茶室管带戴安。 临出门与二钱银子,一方闪色手帕,到家多上父女家列位娘,我这里,就使老冯拿铁来请。 好歹明日都要光想走走。 戴安磕头出门,两个台盒子的鱼一百文钱。 李平儿随即使老冯拿着五个简铁,十五日请月娘和李娇儿,梦玉楼,孙雪娥,潘金莲,又烧了一个铁,暗暗请西门庆那日晚西复席。 月娘到次日,留下孙雪娥看家,童李娇儿,孟玉楼,潘金莲四顶轿子出门,都穿着装花锦绣衣服,来兴,来安,戴安,话童四个小丝,跟随着,进到狮子街灯市李平儿新买的房子里来。 这房子门面四间,到底三层,临街市楼,一门内两边相房,三间客座,一间烧间,过道穿进去,第三层三间卧房,一间厨房。 后边落地紧靠着桥黄青花园。 李平儿之月娘众人来看灯,临街楼上设放为平桌席,悬挂许多花灯。 先迎接到客位内,见碧礼树,次让入后边民间内带茶,不必细说。 到五间,客位内设四张桌席,叫了两个唱的,董娇儿,韩金串,弹唱饮酒。 前面楼上设着戏巧添换酒席,又请月娘众人登楼看灯玩耍。 楼延前挂着香帘,悬着灯彩。 吴月娘穿着大红装花通袖袄儿,焦绿段裙,雕属皮袄。 李娇儿,孟玉楼,潘金莲都是白领袄儿,蓝段裙。 李娇儿是沉香色遍地金笔甲,孟玉楼是绿遍地金笔甲,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笔甲,头上朱翠堆盈,奉拆半谢。 居搭幅定楼窗观看。 那灯市中人烟凑急,十分热闹。 当街搭树十座灯架,四下围猎朱般买卖,顽灯男女,花红柳绿,车马轰雷。 但见,山时穿双龙细水,云霞应独鹤朝天。 金平灯,玉楼灯见一片珠鸡,荷花灯,芙蓉灯散千维锦绣。 绣球灯角角节节,雪花灯符符纷。 绣彩灯一让静止,存孔梦之一封,媳妇灯容得温柔,笑梦江之杰操。 和尚灯月明与柳翠相连,判官灯钟馗供小妹并坐。 师婆灯灰与善假将邪神,刘海灯被金蝉戏吞至宝。 骆驼灯,青诗灯驼无价之奇珍,元侯灯,白象灯进莲城之秘宝。 七手八角螃蟹灯道细轻波,巨大口然,年鱼灯平吞绿枣。 银额窦彩,雪柳争辉辉。 鱼龙杀戏,七针五老献丹书,吊挂刘苏,九一八瞒来尽宝。 村里涉谷,对对宣田,百戏货郎,装装斗巧。 转灯儿一来一往,吊灯儿或仰或锤。 刘梨萍应美女齐花,云母帐并迎周郎院。 王孙睁看小蓝下,促居齐云,侍女相邪高楼上,娇饶眩色。 挂四云集,项目星罗,讲新春造化如何,定于是荣枯有准。 又有那战高坡打弹的,辞取阳宫,倒看这善想博有角僧,演说三藏。 卖元宵的高堆果线,沾梅花的奇叉枯枝。 简春娥,并边斜插闹东风,倒凉拆,头上飞金光药日。 唯平化时重之紧张,朱莲会眉月之双清。 虽然懒不尽熬山景,也应风灯快活年。 月娘看了一回,见楼下人乱,就和李娇儿搁归席上吃酒去了。 唯有潘金莲,梦玉楼同两个唱的,只顾搭扶着楼窗子望下观看。 那潘金莲一静,把白领凹袖子搂着,显他那遍地金涛袖儿,露出那食指春葱来,带着六个金马,瞪戒着,探着半截身子,口中磕瓜子儿,把磕的瓜子皮儿都吐落在人身上,和玉楼两个嬉笑不止。 一回指道,大姐姐,你来看,那家房颜下挂的两盏袖球灯,一来一往,滚上滚下,倒好看。 一回又道,二姐姐,你来看,这对门架子上,挑着一盏大鱼灯,下面还有许多小鱼鳖馅儿,跟着他倒好耍字。 一回又叫,三姐姐,你看,这手里这个婆儿灯,那个老儿灯。 正看着,忽然一阵风来,把个婆儿灯下半截割了一个大窟窿。 妇人看见,笑个不了,隐惹得那楼下看灯的人,挨尖擦背,仰望上桥,通挤扎不开,都压足罗,足罗儿。 那中有几个扶浪子弟,直指着谈论。 一个说道,一定是那宫侯府里出来的宅卷。 一个又猜,是贵妻王孙家宴妾,来此看灯。 不然,如何那家装束? 又一个说道,莫不是院中小娘儿。 是那大人家叫来这里看灯弹唱。 又一个走过来说道,指我认的,你们都猜不着。 好,这两个妇人,也不是小可人家的,她是阎罗大王的妻,武道将军的妾,是咱县门前开生药谱,放官立寨西门大官人的妇女。 你惹她怎滴? 想必跟她大娘来这里看灯。 这个穿绿遍地金笔甲的,我不认得。 那穿大红遍地金笔甲,上带着个脆面花的,倒好似麦吹饼武大郎的娘子。 大郎因为在王婆茶坊内捉奸,被大官人劈死了。 把她娶在家里作妾。 后次,她小叔武松告状,误打死了造立里外传,被大官人电发冲军去了。 如今一二年,不见出来,落得这等标志了。 正说着,吴月娘见楼下,围的人多了,叫了金莲,玉楼席坐下,听着两个粉头弹唱灯词,饮酒。 坐了一回,月娘要起身,说道,酒够了,我和二娘先行一步,留下她姊妹两个再坐一会儿,以尽二娘之情。 今日,她爹不在家,家里无人,光丢这些丫头们,我不放心。 这李平儿那里肯放,说道,好大娘,奴没尽心也是的。 今日大节间,灯也没点,范儿也没上,就要家去,就是西门爹不在家中,还有她姑娘们里,怕怎滴。 带月色上来,奴送四位娘去。 月娘道,二娘,不是这等说。 我又不大十分用酒,留下她姊妹两个,就同我一般。 李平儿道,大娘不用,二娘也不吃一中,也没这个道理。 想奴前日在大娘府上,那等忠忠不辞,众位娘竟不肯饶我。 今日来到奴这秋宅之处,虽无甚物攻陷,也尽奴一点劳心。 于是,拿大银中帝与李娇儿,说道,二娘好歹吃一杯。 大娘,奴不敢奉大杯,只奉小杯儿罢。 于是满真帝与月娘。 两个唱的,月娘每人与她二钱银子。 带得李娇儿吃过酒,月娘就起身,又嘱咐玉楼,金莲道,我两个先去,就使小丝拿灯笼来接你们,也就来罢。 家里没人。 御楼应诺。 李娇儿送月娘,李娇儿到门首,上教去了。 归到楼上,陪御楼,金莲饮酒,看看天晚,楼上点起灯来,两个唱的弹唱饮酒,不在话下。 却说西门庆那日,同英伯爵,谢西大两个,家中吃了饭,同往灯市里游玩。 到了狮子街东口,西门庆因为月娘众人都在李平儿家吃酒,恐怕她两个看见,就不往西街去看大灯,直到卖沙灯的跟前就回了。 不想转过弯来,壮玉孙寡嘴,住十念,畅诺说道,连日不会歌,心中可想。 见了英伯爵,谢西大骂道,你两个天杀的好人,你来和歌游玩,就不说叫矮一声。 西门庆道,住兄弟,你错怪了他两个,刚才也是路上相遇。 住十念道,如今看了灯往那里去。 西门庆道,同众位兄弟到大酒楼上吃三杯,不是也请众兄弟家去,今日房下门都往人家吃酒去了。 住十念道,彼氏歌秦安每到酒楼上,何不往里边望望李贵姐去。 只当大劫间拜拜年,去混他混。 前日,俺两个在他家,他望着俺们好不哭理。 说他从那里不好到如今,大官人通影边不进去看他看。 歌今日道闲,俺们情愿相伴歌进去走走。 西门庆因记挂晚西李平有约,故推辞道,今日我还有小事,明日去罢。 怎禁这伙人死托活拽,于是同进院中去。 正是,刘底花阴压路沉,一回有赏一回心。 不知买进长安孝,活得苍生几户贫。 西门庆同众人到了李家,贵卿正打扮着在门守站立,一面迎接入中堂相见了。 住十念就高叫道,快请三妈出来。 还窥暗众人,今日请的大官人来了。 少请,老前婆拂拐而出,与西门庆见李毕,说道,老身又不曾怠慢了姐夫,如何一向步进来看看姐儿。 想必,别处另叙了新婊子来。 住十念插口道,你老人家会猜算,俺大官人,近日香了个绝色的婊子,每日只在那里走,不想你家跪姐儿。 刚才不是俺二人在灯室里撞见,拉他来,他还不来理。 妈不信,问孙伯修就是了。 英指着英伯爵,谢西大说道,这两个天杀的,和他都是一路神奇。 老前婆听了,哈哈笑道,好英二哥,俺家没恼着你,如何不在姐夫面前美言一句。 虽故姐夫里边头蓄而多,常言道,好子弟不嫖一个粉头,天下前眼儿都一样。 不是老身夸口说,我家跪姐也不丑,姐夫自有眼,金也不消人说。 孙寡嘴道,我是老实说,哥如今心绪的这个婊子,不是里面的,是外面的婊子。 西门庆听了,赶着孙寡嘴,只顾打,说道,老妈,你休听这天灾人祸的老油嘴。 老杀财。 孙寡嘴和众人笑成一块。 西门庆向袖中掏出三两银子来,帝与贵青,大姐间,我请众朋友。 贵青不肯接,帝与老妈。 老妈说道,怎么的? 姐夫就笑话我家,大姐下拿不出韭菜而管带列位老爹。 又教姐夫坏钞,拿出银子。 显得俺们院里,人家只是爱钱了。 英伯爵走过来说道,老妈,你依我收了,快安排酒来俺们吃。 那钱婆说道,这个礼上去使不得。 以臂推辞,以臂把银子接来秀了,深深到了个万福,说道,谢姐夫的不失。 英伯爵道,妈,你且住。 我说个笑话你听,一个子弟在院中嫖小娘儿。 那一日做耍,装作瓶子进去。 老妈见他衣服蓝绿,不理他。 做了半日,茶也不拿出来。 子弟说,妈,我肚鸡,有饭寻些来吃。 老妈道,米豚也晒,那讨饭来。 子弟又道,寄没饭,有水拿些来,我洗脸。 老妈道,少挑水钱,连日没送水来。 这子弟向秀中取出十两一定银子,放在桌上,叫买米固水去。 慌得老妈眉口子道,姐夫吃了脸洗饭,洗了饭吃脸。 把众人都笑了。 钱婆道,你还是这等快取笑,可可而得来,自古有嫩说,没这事。 英伯爵道,你拿耳朵来,我对你说,大官人心尽请了花二哥婊子,后相的吴银儿了,不要你家贵姐礼。 钱婆笑道,我不信,俺贵姐今日不是墙口,比吴银儿还比得过。 我家与姐夫是快刀儿哥不断的亲戚。 姐夫是何等人? 她眼里见得多,这锦触,金字也雇出个橙色来。 说必,入去收拾韭菜去了。 少请,李贵姐出来,家常挽着一窝丝,杭州船,金履丝拆,翠梅花垫,珠子锅,金龙坠子,上穿白铃对金蚝儿,下着红螺裙子,打扮得粉装玉镯,望下到了万福,与贵青一边一个打横坐下。 须鱼,泡出茶来,跪青,跪姐,每人递了一盏,陪着吃币。 宝儿就来打抹春台,才带收拾摆放暗酒,呼见帘子外,探头书脑,有几个穿蓝履医者,为支架儿,进来跪下,手里拿着三四生瓜子儿,大结尖,孝顺大老爹。 西门庆只认头一个叫于春儿,问,你们那几个在这里? 于春道,还有断眠纱,青涅月,在外边伺候。 断眠纱进来,看见鹰伯爵在里,说道,鹰爹也在这里。 连忙磕了头。 西门庆吩咐收了他瓜子儿,打开银包儿,捏一两一块银子掠在地下。 于春儿接了,和众人扒在地下磕了个头,说道,谢爹赏赐。 往外飞跑。 由,朝天子,单道嫁儿行藏,这家子打贺,那家子撮贺。 他的本分少,须头大,一心儿不巧又腾挪,绕院里都学过。 洗面上帮闲,把牙儿闲客。 嚷一回菜散伙,赚钱又不多。 歪四馋子吗? 他在湖口里求金拓。 西门庆打发架儿出门,安排酒上来吃。 贵姐满饭金杯,双锤红袖,摇烹一品,果现实心,以翠微红,花浓酒宴。 酒过两旬,贵青,贵姐一个弹针,一个琵琶,两个弹着唱了一套,寄景融合。 正唱在热闹处,见三个穿青衣黄板编者,为支援舍,手里捧着一只烧鹅,提着两瓶老酒,大捷尖来孝顺大官人,向前打了半跪。 西门庆平息刃的,一个换白秃子,一个换小张贤,一个是罗回子,因说道,你们且外边厚厚,带俺们吃过酒,踢三跑。 于是向桌子上拾了四盘阿饭,一大壶酒,一碟点心,打发众元摄吃了,整理气球伺候。 西门庆吃了一回酒,出来外面院子里,先踢了一跑。 赐教贵姐上来,与两个元摄踢。 一个扎头,一个对杖,勾踢拐打之间,无不假喝采奉承。 就有些不到处,都快取过去了。 反来向西门庆面前讨赏钱,说,贵姐的行头,就数一数二的,强如二条像董官女儿,数十倍。 当下贵姐踢了梁跑下来,使得沉生没叛,汗湿塞边,气喘吁吁,腰枝困乏。 秀中取出春善儿摇梁,与西门庆携手,看贵卿与谢西大,张小贤踢行头。 白秃子,罗回子在旁须搓脚等漏,往来时髦。 亦有,朝天子,一词,单表这踢圆的始末,在家中也闲,到处瓜闲,生理全不干,气求而不离在身边,每日街头站。 穷得又不屈,富贵他偏限。 从早晨直到晚,不得慎饱餐。 转不得大钱,他老婆常被人包占。 西门庆正看着众人在院内打双路,踢气球,饮酒,只见戴安骑马来接,悄悄覆耳低言道,大娘,二娘嫁去了。 花二娘叫小的请爹早些过去礼。 这西门庆听了,暗暗叫戴安,把马吊在后门边,等着我。 于是,酒也不吃,拉贵姐到房中,只坐了一会儿,就出来推进手,于后门上马,一溜烟走了。 英伯爵使宝儿去拉扯,西门庆只说,我家里有事。 那里啃转来。 交代安儿拿了一两五钱银子,打发三个元社。 李家恐怕他又往后向无银儿家去,使丫鬟直跟至院门手方回。 英伯爵等众人,还吃到二更彩散。 正是,笑骂由他笑骂,欢愉我且欢愉。